我覺得當然中華隊不是一個人或一個單位的事 就是每一個籃球人都不應該置身事外 尤其我們在國際賽場上 這次輸菲律賓53分嘛 那這對我們 包含職業聯盟也好 或職業隊甚至球員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影響非常巨大的 那希望在11月第二窗口的時候 我們能夠在這一段過程 能夠有更不一樣的組訓賽 更有計畫的去幫助中華隊有所提升 至少要在組場拿下勝利 那我也覺得台灣籃球要有一個決心 就是你要讓大家知道我們沒那麼差 那我們不是被排除在16強以外的 我們是要找回台灣籃球驕傲的那個決心